地板磁磚出現巨大裂痕 磁磚嚴重軍裂 不只如此 連屋頂跟地板都冒出縫隙 下大雨時會狂噴水 家裡也濕成一片 住戶又氣又怕 兩三個月 你們有沒有跟建商反應過 有啦 他們說沒有來幫我補 結果都沒有補 說他們要切時間 我正在說去跟你說 桃園市桃園區愛一街 92號旁的新建案 一四英隔壁施工 導致整排住戶 陽台傾斜門框變形 化分之外露 臭味肆意 開花震動造成零房損壞下線 建管處12日 在結構計時會看後 確認是建案施工 造成七戶零損 以列管要求建商定態建設 緊急修復 該怎麼樣處理 我們就怎麼處理 那公司一定會負責 三月反應過後 我們持續都有跟住戶做溝通 然後做慰問 持續做修繕 建商表示 開花市都有鑑定報告 也有提供觀測報告給居民 會盡快完成修繕 建管處也會再次邀請 專業技師工會 到現場加強巡建 確保房子的安全 台北大殖民宅坍塌事件 人心惶惶 民眾只希望自己的家 不要成為第二個極態悲劇 記者劉志展 李廷熙 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將判斷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